来关键一把铠甲勇士啊 这小兄弟的这个蜘蛛还是蛮猛的 拉拉队员 拥兵古董律师 好阵容啊 这阵容就正常来讲的话 排位当中选出阵容是非常舒服的 就大家都蛮舒服的 进可攻退可守 第一个是律师这边的话 应该排到了 这个位置的律师其实还是比较 比较好来推测出来的 就是上来这个位置 找到律师一连加速打一刀 然后30秒以后闪现再补一刀 这把律师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这个位置被架住啊 打不到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啊 甚至这边还能再利用这个蛛丝 再加一轮速呢 再连能连得上吗 这边的话 哎呦连上了 哇呦呦呦呦呦呦呦 有没有贴边 哎呀呀呀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那那算了 10秒钟以后交闪现嘛 这波没连上 再连 硬连 硬连其实有点连不上了 因为他中间那一波 那个 就是空挡太 太太太远了 呃 反而他因为想要硬连这个蛛丝啊 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边的话 其实整个击倒还慢了 本来的话就稳稳的压住以后 交闪现也就60秒 还能省下不少蛛丝呢 这边等于说蛛丝交了 花了更多的时间 花了更多的蛛丝才击倒 嗯 这波打完 对于蜘蛛来讲 其实是保平真胜的 就球者要来打的话 能不能打能打 因为外面的拉拉队员和那个古董商 都是有翻盘能力的 但是就目前这个密码机来讲 不是特别好说 就得是什么呢 得是这边 佣兵救完人以后 古董商这边 机子修完以后 打一波无损的那个OB 他去打一波架 让这边 我们这边的话看救人 打了一刀佣兵 佣兵这边的话 把人救下来 他去打一波这样的无损的OB 佣兵护臂跳开 好这边看 古董商刚好机子修完 这波需要先打 把这个时间拖出来 然后再打第二轮 第二轮可以古董商来打 也可以拉拉队员来打 就这轮要打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这边机子刚好修完 三台机子修完的一个无损OB 是对于球人来讲最舒服的 对吧 我都不需要走 队友这边 队友这边跑过来 没关系的 兄弟们注意 这里交完三棍 对于古董商来讲 一定是不亏的 对吧 我是不是在原有你挂人的时间上面 拖了这三棍时间 这三棍时间 外面的密码机 佣兵修了20% 古董商修了 这个拉拉队员修了30% 然后古董商这边是无损 他只要是满血 就一定赚 只要是满血就一定赚 后面的话这边救完人以后再看 下一轮棍子CD也好了 这边 一口飞轮躲掉 好的 nice 直接把古董商操作非常得当 这里古董商一口蛛丝倒地 直接甩棍 蜘蛛的话这口蛛丝没吐上 一刀带走古董商 这里手里面蛛丝不够 这把的话 求生者已经打出了一个四人开门战的面 这个面谁打出来的 古董商打出来的 当然是在整个队员 队友之间的一个配合的一个情况下打出来的 对吧这边优兵救人就完 没有吃双岛 然后这边律师跑过去 现在压到一台遗产 现在对于求人来讲问题不大 外面重新再修一台就好了 这边律师 呃 拉拉队员这边的话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这边其实外面重修机子会更好一点 而选择过来就这个古董商 先把这个古董上保走 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 外面要重修的 其实第一时间就要重修 这边选择来这样子就 嗯 那可能要让蜘蛛吹响反击到号角了呀 还是修的稍微晚了一点 其实佣兵作为我们上帝家来看 佣兵这边修的时间呢 其实不算晚 他已经反应到了 这台机子可能修不掉 已经去修了 但是就上帝家来看 第一时间重修的话可能会更好 这样的话就有四人开门战的面 现在对于穷里来讲 主要这机子还不够 那就看打架了看打架了 这里拉拉队员毕竟还能够救下来以后扛一刀什么的 扛住一刀有没有 没有 哎呦我 强摩头没有用的 强摩头土口斯的事情 反而这拉拉队员会把自己陷入一定的险境 呃 律师翻了一个魔术爆 呦 铠甲勇士这一手翻盘了 一口蛛丝土 我 命码计划84 而且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这张椅子太好 这张椅子封住一边门 这是第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三人不能贴门的开门战 意味着什么 你三个人,这边的话完了,他要放到死角去减刑,大哥你做个人吧 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 哇,一直到 但这律师是个挂飞 魔术棒,哎呀 比较难,因为这是一个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对于蜘蛛来讲,这个级别的蜘蛛啊,他是100多星的 这个级别的蜘蛛,他可以清晰的判断到什么呢,就你还没贴门呢 所以他一定不会第一时间传授的,一定是先 嗯,多抓应该还是多抓,这个平是肯定平不了的 等会儿 佣兵是命 哎 这个开门战,球人特打得也太好了吧 门开啦 跳地窖去了,哎 直奔地窖而去,密码机压好了,手里面双加速啊 我开门战 你甩下 你甩下 不湿 成功 像 你甩下 我甩下 我甩下 你甩下 我甩下 感谢观看